各位朋友 大家晚安 歡迎收看88理財有方 給您財富恩次方 您好 我是芝芋 先來介紹今天的來賓 第一位要介紹是我們的三冠王 我們的政旗雙政兆會計師張成浩 浩哥 晚安 大家晚安 黃冠頭部的分析師謝忠霖 忠義好 老師好 大家好 還有華信頭部的總經理 謝文恩 文恩哥 晚安 大家晚安 好 我們來看今天準備的主題很重要 首先要帶大家來看看的是 大家都之前一直在擔心說 那個季報可能會損會非常嚴重 那也的確是如此 但是當大家都知道的事 好像也沒那麼嚴重 因為我們看到了最近很多的法說會 就算會損很嚴重 但它依舊是法說會不是法會 這個股價還是照樣飛上天 那麼今天又有些新的一些季報公布 待會我們帶大家來看看 好好看看這些會損狀況嚴不嚴重 接下來的股價有沒有後續續強的力道 另外我們要帶大家來看到的是 今天盤面上很強網通設備概念股 那麼到底要如何選股呢 待會也一併告訴大家 太陽能個股也是今天盤面上的亮點 真的是起死回生還是曇花一現 待會我們要從籌碼面帶大家來好好看一看 好 首先我們先趕快有請鍾琳 鍾琳幫我們來看到的就是 這個我剛剛提到的 會損已經變成大家的共識 所以它後座力就沒那麼強 因為大家都已經有心理準備 對 就很像要彈你橡皮筋 然後我先告訴你說我現在要彈你了 好像也沒那麼痛那種感覺對不對 那我們來看看這些都是已經公佈了第一季的季報 然後它的會損狀況其實真的來講蠻嚴重的 大力光它的會損總共在你那邊 它會損多少錢 11.4億 11.4億 那是一個股本 一個股本會損這麼多 一般的公司早就跌停板跌到天邊去了 但是大力光創歷史新天價 我們來看一下給我一個大力光的一個走勢 它公佈的在這裡 這一天盤後公佈的 好這個跌下來這一天盤後公佈的 然後隔天就噴上去 然後就一路走牆 它會損不是虧掉了一個股本嗎 怎麼好像沒台沒錢 應該這麼講 就是第一季的時候 台幣升值差不多6%對不對 那其實這個東西你看那個已經就知道 就看台幣都不會已經知道 那我問你股票是反映未來對不對 它不是反映過去也不是反映現在 它是反映未來 那我請問你 第二季台幣還會再升值6%嗎 很難講 很難啊 不是很難講 很難 很難 所以就是說到這個部分 已經前幾天已經看到二九多了 對 看二九多也是這個地方 其實一般來說已經盡貌了 盡貌了 那反映就一次性 那因為這個會損的東西 其實它什麼 它只是帳面上的損失 它不是說你真的現金減少 或是說你的什麼訂單掉了 不是 那你後面如果說 如果有機會 對 匯率回來一點 對 如果說有機會又扁回去的話 那你又有匯對匯衝 所以你股票反映是未來 那這個 現在這個東西 這個匯存東西是大家公司 然後呢 它可能就只有第一季而已 第二季開始第三季 第四季 可能就會鬆口氣 對 看來就是你產業的成長性 那可能二三四季其實沒有匯損問題 是好 所以我們從大力光的例子 來告訴大家 匯損其實之前都已經差不多發酵了 所以有的時候 當季報一公布 對啦 我就是匯損 不然你要怎樣 利空出盡 我們來看像經濟 我們幫大家整理出來 公布的都是有匯損 這邊都是有匯損的公司 但是呢 其實在它公布有匯損之後 它股價都是漲的 對 像經濟 那麼從它公布那天到現在漲7% 國劇還漲了14% 唯一的瑞譽公布有匯損 它小跌1% 那不算多 對不對 1%而已 它今天也漲回來 今天也漲回來了 對不對 美率這更瘋狂 公布我有匯損 那你怎樣咬我啊 它居然漲兩成 對 所以其實這個股價看未來 如同鍾林所說 好 我們先有這樣心理準備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些 最新的法說的數字 我們來看看記報 首先我們看友達 來友達交出的成績單 第一季它交出的成績單 是0.98元 來鍾林看看 這個樣子到底是好還是不好 其實算非常非常不錯 非常不錯 股價十幾塊而已 股價十幾塊第一季賺0.98 對 這個如果說你給它乘以四的話 這不得了 可以乘以四嗎 應該是不行 應該是不行 因為應該這樣講 就是你看那個友達 友達它是面板對不對 對 那面板其實它是 有點算景氣循環 是 那一般就是法人 在看這些股票的時候 它是 有些股票是看報價的 對 比如說像面板 比如說像低潤 被動元件 吸金元 像這些東西都從去年底 去年第一季開始就開始漲 對不對 對 那去年到現在開始漲 他們真正交出的EPS 真的很漂亮嗎 肥一筆是什麼15倍合理嗎 不是很多都已經 哇 漲翻天比如說台生科 漲到200多去 那它是漲什麼 漲報價 所以像這類型的 什麼面板 細晶圓 被動元件 這些東西看的是 你的報價到底有沒有在漲 有在漲 它股價就會漲 它看的不是什麼 你EPS多少 比較不是這個東西 那如果說以這部分的話 其實它今天主要是在講什麼 其實 他說大尺寸這部分 其實大尺寸現在是沒有跌價的 在中國大陸 中國大陸現在最大的市場 其實中國大陸現在第一季 其實你看這華映那些 是不是都很慘對不對 對 因為第一季的中小時分 是在跌價的 那跌價其實現在還沒跌到大尺寸 那還沒跌到大尺寸的話 目前市場上 像友達最近弱弱的 對 就是大家預估說 中小時分都跌價了 第二季可能 可能也會跌 就算不跌的話 可能也不會漲 好 也就是說 它今天雖然繳出了一張 還不錯的成績單 但是股價看未來 所以要看它的一個 這個報價有沒有上揚 我們直接來看它的籌碼 鍾林籌碼大師 你幫我看 友達的籌碼現在看起來 是有大人在可以買嗎 其實你光 其實股價一定合理的 那股價合理的話 其實你光看這個價位 這邊是13.65 對 搞老半天 為什麼13.65都還沒創新高 這是滿久以前的 對 搞老半天都還沒創新高 那如果說我們看這個 三大法人的話 其實三大法人 如果說真的那麼好的話 它可能會反映一下 但是今天還是賣 今天是賣的 綠色的今天是賣 對 就是大家覺得說 就這樣啊 因為你未來可能報價就 要不然就不漲 要不然就是往下掉 所以面板 友達的部分 暫時觀望就好 我認為暫時觀望 但是它也沒有轉弱 你說說它月線下來 它也沒有月線下來 只是這個地方你看法人的 買超力道不強 然後大戶持股比率 好像也 好像也弱弱的 是高沒有錯啦 其實幾%啦 這些就是可能公司的一些 原來的大戶 基本的持股 他們也沒有賣 但是你說這個地方 比如說法人 比如說我們打比方好了 比如說鴻海那一種 法人一直在尻一直在尻 整個往上的 是不一樣的 這就是基本盤 然後這個主定買賣超 看起來也不像 也不像嘛 所以友達暫時你觀望它就好 不要急著切入 好 那我們來看到的是旺宏 來 這個旺宏 現在是全額交割股 對 全額交割股 其實全額交割股 從財報來看是還OK啦 那激增率其實它跟上一季比 是因為第一季有過年嘛 對 那第四季是旺季嘛 第一季有過年的話 其實是稍微差一點 稍微差一點的話 一樣它有時候會損嘛 它會損嘛 它會損1.5億元 但是一般我們在看的時候 我們比較偏看年增率 大家都看YOY啦 YOY 那YOY其實它的第一季是有30% 喔 YOY是三成喔 對是三成 那其實它有說什麼 它說 二三季 報價還會再上揚 那像尤達它今天說什麼 有時候你看那個新聞的話 它頭條就寫什麼 說第二季開始可能供需平衡 哇 你光看它供需平衡就是 可能不會去 就是報價不會再上揚 是 當然它這個地方就是 因為之前就NOT FLASH的 了解嘛 了解變全額交割股 對 然後就大家都不想做 大家不想做 忽然怎麼樣 其實NOT FLASH會上揚但是 其實有一個部分是因為那個 OLED的部分 因為OLED它是 它需要用NOT FLASH NOT FLASH就沒有人要做 現在蘋果也會用NOT FLASH 所以變成大出貨 望宏最大的力度應該是這個 它的禁值5.07元 它最快五月中可以脫離全額交割股 現在已經快五月了嘛 我們已經要放五一的連續假期了嘛 所以呢五月中如果兩個禮拜後左右 它可以脫離全額交割股的話 通常這樣的股票會有一段對不對 其實它已經漲一大段 那主要是它這個地方 那它還有減肢嗎 喔 漲一大段 因為它已經漲一大段 從這個地方一直漲一直漲一直漲 從那個全額交一直漲到那漲到 喔15塊多 那15塊多 它整個線型其實它你看 月線都沒有破 那整個線型就是很多方 對 那為什麼它會走成這樣子 你看大戶持股比嗎 對 為什麼它會走成這樣 那為什麼友達是那個樣子 對 其實你光看這個大戶持股比例 你看它是一直買一直買 對 那我們常在講嘛 跟著大戶走 對 財富一定有 它就是買一直買一直買 然後這個三大法人 它也沒有鬆手的感覺 對 沒有鬆手 然後你看這個三大法人 它應該不是吃素的吧 這個全額交易股它就一直買 一直買一直買 喔 是 頭信在買 外資也在買 反正頭信是要寫報告的 它報告一定寫什麼東西 才會買成這樣子 所以這個旺宏是看起來OK的 對 就是目前籌碼來看 它沒有敗相 好 這是旺宏 那我們來看看台郡呢 這個瓶蓋股的代表 對 瓶蓋股的代表 台郡它交出了第一劑的成績單 沒說太好 你看它 是啦 是啦 它賺0.87 但是它的年減很恐怖 因為它的匯損非常驚人 它的年減是46% 年減46% 季減77% 全部都負的很恐怖 那你看它任列匯兌的損失 匯損有3.03億元 整體來講 這樣的一個數字 應該是有一點恐怖 這個數字 基本上看起來不太好 對 那這個匯損 其實像我們剛剛講的 匯損是 你不知道東西才可怕 但是匯損是大家都知道的 對啦 我知道你會匯損 但是我可能沒料到這麼多 對 但是其實你有沒有發現 原因的事情 它第一劑賺0.87 對 有達第一劑賺多少 有達第一劑賺得比較多 對 賺得比較多 結果股價十幾塊 那這個賺點的巴西的股價100多塊 我們來看台區很多錢 100多塊 怎麼會這樣 是不是不太合理 其實沒有不合理啦 股價反應有三個東西啦 成長性 風險性 跟獲利性 那其實如果說 以成長性來講 就是有達這部分 可能後面到底報價怎麼樣 那中國大陸 它是看報價 他們會不會什麼 什麼自由產能會不會開出來 就不知道 它有一個風險性在 那像這個台區的部分 它到底 這個價位它在反應什麼東西 什麼 其實我說真的 它這個價位是反應 已經反應到今年 今年全部了 因為大家看的是股價反應未來 對 那第一季 第一季這麼爛 但是為什麼第一季這麼爛 還可以支撐它在100多塊 因為第三季開始就要蘋果了 蘋果要i8 蘋果i8 現在又有一個新東西 它是i8 對現在有一個新東西 叫什麼無線充電 對 至於你用三星的對不對 對 三星有無線充電 你有必要告訴全世界嗎 三星有無線充電嗎 那無線充電 那無線充電如果蘋果 我那一支沒有 我很all day 那沒有關係 你可以換S8 S8無線充電啦 但是我要說的是 如果三星有無線充電 蘋果沒有的話 那它現在會推 一定會跟上 對它會跟上 那會跟上的話其實 它就是出這個軟版的 所以現在大家在 它這個焦就是在反映說 它後面會有 第三季會有蘋果這個題材 那如果說我們 不要管第一季 因為蘋果的題材 都是第一季第二季鳥鳥的嘛 第三季開始很好嘛 那很好又是那種爆炸性的很好 所以呢 所以就是第一季0.87 但是我如果告訴你 我今年如果下來是9塊多呢 9塊半呢 如果接下來可能很好 對就是如果說完全照蘋果的預期的話 照公司的預期的話 我蘋果那個東西開始出了 我今年的EPS可能是9塊半 那我請問你 我9塊半的EPS可不可以支撐 我現在在股價 可以 可以啊 所以它現在反映這個東西 好非常謝謝鍾琳 鍾琳呢從球馬面順道幫我們來看看 今天公布的一些季報的數字了 好那麼回到今天的大盤上 我們要有請浩哥 來浩哥我們來看看 這個盤是不是穩住了 因為浩哥前兩個禮拜都提醒大家 你要小心留意風險 對 今天來看有沒有不一樣的講法 我們來看今天盤其實開低 然後還往下打 但是它尾盤又默默的 偷偷默默的回去了 小漲4點來到9860 量的部分沒有昨天千億元 但還有800多億 我們待會來請教浩哥這樣夠不夠 外資買的手筆今天比較小 前兩天都買百億元 今天買36億 那這個期貨的部分 今天小小增加546口 我剛剛問浩哥 浩哥這個546口是什麼意思 就是摸背這樣子 摸背這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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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整體來講今天這個盤 我不知道 我不會看 我是想說拉尾盤還可以翻 蠻厲害的 是 算蠻厲害的 其實給我們看一下 大盤的加減指數 不只是今天的走勢 你要注意它 它已經連續兩天怎麼樣 在於拉尾盤 有沒有注意到 都是下眼線呈現 連續兩天下眼線 其實我們看到 眾所謂衝關之後 面對的這個 就是這裡是什麼時候 這個是4月5號 那天是什麼 鴻海公布山域山深熱表 哇 大家想說 哇 這起立要再充滿電 這一天爆了1276億的成交量 這一根 對 這一根 哇 結果剛好開個坪往下殺 就修正回來 所以換言之 在這一段的時間 這個全部都是套牢的 所以你指數來到這裡 剛好就是要來攻這裡 這個多少 這個的位階就是在多少 9753點的地方 這個從這裡 往上都是會有層層的套牢脈 所以它要直接去攻 一定要出量 而且它必須上下來回化解 才能夠去把這裡的量消化掉 因為這邊的人很多 對 很多 所以但是你可以看到 它沒有拉回 它一拉回馬上收下眼線 拉眼就收下眼線 那代表其實這個是要運量 所謂攻擊的量 從大盤的K線型態 緊接著我們再從齊全的角度 來看 好 來 我們來看到這個是選擇權 對 選擇權的來講 你可以看到 今天是呈現買進賣權 又再度大增 我想最主要的原因 理由 就是來自於馬上 我們有三天的連假 包括五一的 你假期一放長 外資它心裡就會採取 比較保守的因應策略 所以為什麼今天會呈現大增 最主要因素在這裡 好 那我們如果搭配期貨來看看 對 所以你可以看到 期貨其實它已經連續的在增 而且它的口數 都是維持在五萬口 很重要的多空分水嶺 佔我們在五萬口之上 那你明顯可以看到 今天的近多單是減少的 就如同剛才提到 最主要是來自於選擇權增加空單 所以持續上升來到今天 稍微休息一下 我想這是一個避險的策略 並不是看空 所以是避險而已 對不對 我沒有看空 避險而已 因為要放三天假 不可ratio看起來 這個是最重要的 我們可以看到 為什麼之前大概兩個禮拜之前 我們跟大家提到大盤要稍微修正 對 要留一點 當時大概就是在鴻海那一天 公布三綠三生之後 我說你要稍微休息 為什麼 因為這個 中色這一點 都是在它上面 在那一天是怎麼樣 交叉往下 我說這時候就必須要稍微保守一點 但是你們有注意到 保守保守 來到這裡 近兩三個交易開始 它又怎麼樣 又往上做突破 代表從這個指數的角度來講 它應該開始做怎麼樣 樂觀的氣溫 又稍微比較明顯 換言之 這個指數再拉回 承接買談 相當強 這也就是為什麼 連續兩天都收下眼線對不對 所以我認為 這個指數隨時有機會 往上慢慢推升 是有機會 對 現在可以樂觀了 對 可以樂觀了 前兩個禮拜浩哥說 現在可以了 對 現在可以了 好 那我們就來看到超級大戶他的態度 對 所以我們當時也是一樣 兩個禮拜之前我們跟他提到 你有沒有注意到十大發育交易人 之前一直多 但是呼喚間有一天 開始就空單增加 對 而且是瞬間 瞬間的 所以我們就說要保守一點 但你有沒有注意到 現在十大交易人也是一樣 在我剛才提到那個交叉同時 你看他們都已經翻多 而且越來越翻多 所以剛才提到的 在於整個進步位 雖然燒減 但那只是所謂的 這個放假的一個保守的避險 但事實上你從這裡就可以看到 現在多單的氣溫逐漸增加 這個是前十大交易人 超級大戶 我們都簡單說超級大戶 你看他態度已經整個翻多 對 翻多 對不對 翻多 即使要放三天廉價 他願意有這麼多部位在手上 對 沒錯 所以他是樂觀的 是 好 所以來 其實最近這兩天我們觀察到一個現象 投信 對 開始很大手筆在買一些機油股 沒錯 對不對 之前有的時候你覺得 那個內資怎麼沒丁沒當 OTC跌到快歪掉 對 那就是內資沒回來 那投信通通回來了 所以我們來看到這個投信是不是 也看到了這個 浩哥告訴你說可以買了 所以投信通通進場了 投信你看他的買超是蠻大手筆的 對 而且我特別提到 就是明天開始 證交稅怎麼樣 如果你是現股當充的話 從千分之三降為千分之1.5 對 所以很多的包括死戶 包括一些法人 也有開始慢慢認為 他的一個氛圍會慢慢的增溫 所以在整體來講 他也認為一些台報 可能之前認為不是很好的 結果一公布出來不錯的 開始做認錯行情 比如說像正文你看看 他之前是站在賣房 結果一公布出來 哇Q1表現不錯 Q1 Q2Q是呈現 呈現三倍 三倍的增加 換言之他覺得 哇公布財報這麼好 你看開始買超 這一天對下來 還沒說哇馬上往上衝出來了 投信連續的買超 股價就已經開始晚上推升 所以你看 所有因應是1.89 年增293 EPS0.63 增加年增三倍 你看 所以他股價就往上 那如果說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我們就尋找 有沒有類似這樣子 對 都是一樣認錯行情 好 我們看一些 首先 首先我們來看一下群創 那本益比714 714市長油虧轉盈 所以他之前是虧的 但是你不要看這個 因為他油虧轉盈 那他Q4 去年的Q4 1.09 那我認為 他的Q1 應該不會比友達差 友達剛才公布出來低劑0.98 對不對 所以他不排除低劑 大概是141到160億左右 換言之 大概1塊左右 那1塊錢左右 去年只有0.19 哇 那表示他不錯 去年才賺0.19 對 那今年就可以賺到 低劑就1塊了 反而認為 全年大概應該有4塊的10億 那這樣 而且他Q4 1PS 雙城房 我們看股價的位階 好 你看看他也是上工之後 往下修正 目前又在這裡作為震盪 那重點我們提到 你看看之前 投信一直賣 一直賣賣賣賣賣賣賣 現在開始有一點 逐漸的認錯 這裡有點小賣 但是你看又買回來 對 所以整體來講 從這裡來看 他是屬於站在買方的 認錯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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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這群床 利基呢 利基其實我們可以看到 他是做所謂色品元件的 尤其在那種高頻的部分 現在成長非常多 大概有20%左右的一個成長 那再加上Wi-Fi的一個運用 反而認為他的毛利率 應該有機會再度的成長 所以你看看他 在公佈他的自己的獲利數字裡面 也表現得不錯 那當然你看他股價往上做攻擊 那在這裡的時間點 我認為還是要等到他的 公佈他的所謂的激報 為什麼 因為現在法案認為 他一樣有匯對損失 對 但是你要想匯對損失都不跌 就是剛才重點提到 很多人都知道 預期 那當然他還有一個 就是他第一季 可能會有一個訴訟7500萬 但是那也是提列一次損失 所以這麼多我已經跟你講 他的問題在哪裡對不對 萬一剛好這些利空有拉回 我認為你應該站在買房間 你看這也是這樣 投信賣賣賣賣賣賣 覺得不對喔 開始又買回來 對 這都是認錯的 最近有很多好股票 投信都開始狂掃 對不對 大家都是在佈局接下來 所以我們要跟著投信的腳步 對 聲達克 聲達克也是一樣 聲達克公佈他的QR 創下歷史新高 換言之有會損的情況之下 他獲利數是歷史新高 拿到1.19人 毛利率是42% 我想最主要我們就知道 他整體的就是來自於5G的應用 開始逐漸的已經開始做發酵 那如果說在5G之間發酵同時 包括他的子公司 瑞特對不對 上次有講 對 你看他股價往上衝 所以他上工了之後 在這裡平台整理 這種是不拉回 只有在平台 那代表什麼 階梯式的上漲 這種是階梯式上漲 那你看之前這個投信 那賣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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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果開始你看投信 又買回來 這種你就要特別留意 賣完之後買回來的股價 我覺得之後有機會表現 好 歷程呢 歷程我們也可以看到 他大概本力比大概是15倍左右 Q4大概1.8 是反認為它是屬於這封測的 進入到所謂Q2 就是NB跟PC的進入旺季 為什麼 因為暑假開始 學生購買潮 入學什麼 一些所謂的展覽 所以第二季來講 他們就是準備備貨 而且進入它旺季 除此之外 最主要的成長 當然大家都知道 DUN NIFLASH SSD 這些都是旺季持續旺 換人是原來旺季持續旺的 現在再加入所謂PC跟NB 那當然兩大雙重的情況之下 之前也是一樣 賣翻天 一直賣一直賣 你很奇怪 這種你要特別留意 一直賣 股價不跌 你看 賣翻天了 股價不跌 這一定有鬼 因為你賣那麼多出來 誰接種 賣那麼多要崩下來才對 怎麼都不崩 結果呢 只要賣個兩天衝出去 那你想想 賣都賣不下 只有賣個兩天衝出去 像這一種 你就要特別留意 對不對 浩哥每次做這個表 我會看 就是越下面越好 有沒有 本益比比較低 對不對 然後也賺很多 對不對 通常要這樣看 來 瘋翔 所以我們看 在所有裡面 本益比它是最低的 大概十二倍 那Q4來講 它賺了2.18左右 去年整體來講 7.25 那我們來看 它的K線形態 一樣放下投信的 那你真會 真會發瘋了 你看看 從投信從這裡開始 不是 它業績那麼好 為什麼大家一直賣 這裡就是因為它的產能不夠 所以很多的貨來不及出 再加上有一些 所謂第三季的匯兌損失 那原來這個丁班來不及出貨的情況之下 還有一個最重要的因素 你知道去年有一個東西是大漲 銅 銅 有沒有 結果他最主要它的成本就是要用很多的銅 他成本上升了 所以你看 矛益 變得衰減之後 你看 投信 瘋狂的停損 你看 這裡每天去查 投信每天賣20張 尤其在這裡 20 host 每天一直賣一直賣一直賣 沒有一天 沒有看到賣 浩哥我現學現賣 投信一直賣 他股價都不跌 都不跌 還慢慢打跌 還慢慢打跌 結果投信終於認錯了 這幾天已經連續 一二三四五六 開始買 一買的時候 開始已經慢慢慢慢慢慢 你看看 已經開始往上做墊高 所以就像歷程那種 當大家看到投信大買的時候 他可能噴出 這時候投信還在小口咬 幾百張幾百張的時候 你就要特別留意 你看他已經賣了一整年 但是你去看看大股東的持股 不斷的升高 主力籌碼不斷集中的情況是這樣 現在投信終於認錯了 要往上做 你看開始買進的時候 今天已經突破 他的一個平台的整理了 好 來浩哥 我們介紹一下 他是做什麼的好不好 這個他是在越南 坐機車 オトバイ 對 オトバイ那個車架 對 我剛剛跟浩哥開玩笑說 就是拿那個火燒車 最後剩下來的 對 沒錯 那這個是所謂越南 你看看越南車 如果去過越南人大概知道 整車整街全部都 是他們最大主要交通工具 全世界最大的 四個國家 包括中國大陸 包括印度 包括像印尼 第四大就是越南 オトバイ最多的地方 一年大概可以賣出 300萬輛左右 那300萬輛裡面 前兩名的叫做什麼 叫做亞馬哈跟宏達 這兩家就占90%了 這個通通都是他的客戶 其他的二三 三名四名都不要講了 亞馬哈跟宏達 跟宏達通通是他客戶 換言之 那可能我們很多觀眾朋友 你騎的 奧巴巴也已經走 對 沒錯 所以我就跟他說 越南最多是人 當然在台灣什麼都有 那你想看 越南賣成這樣子 幾乎是全部他一個人通通拿走 別人怎麼打都打不進去 所以我說他是越南的高門特區 一點都不為顧 所以我們從財務數字裡面 我們可以說他是 越南最大的車家製造商 同業進入最大的障礙 有垂直整個能力 那我們可以看他Q是已經賺了2.18 即年增雙成長 全年剛才提到7點 而且現金是4元左右 殖利率大概4.4左右 拼一只有12.8 同業平均大概是26倍 剛才提到外資連續三天 站在滿發 而且投信糾結三個月之後 不斷賣超之後 開始轉為買超 至於上個10天買了8天 其實有一個最重要的關鍵 我們剛才提到 你知道這一段下跌段 麻煩鳳璇來說一下 一個下跌段 這一邊就是因為銅價大漲跟鋁 跟這個所謂鐵這方面大漲 你有沒有注意到 最近什麼跌翻天的 就是鐵荒沙 對 你有沒有注意什麼中鋼 什麼什麼風機 都掉下來了 一段鋼鐵都拔得密密嘛 那你想看 那些中鋼大漲的時候它大跌 等到這些鋼鐵族群 通通大跌的時候 蓋它了 蓋它了 因為它的毛利率 就要往上做翻揚了 浩哥我發問 像它這樣跌這一段 然後打底這麼長時間 這是好多個月對不對 這是好多個月 將近我看了大概半年的時間 半年嗎 通通趴在這邊 那技術面來講 它是不是應該要回到它這個平台 如果以獲利 對 如果以獲利的角度來講 那真的 你自己就自己去看看 是不是 對 以技術面來講 長線的角度來講 它應該是要回到 要回到之前的平台 因為它當時是因為銅的大跌 所以造成 沒有大漲的時候 造成它股價大跌對不對 因為它原料的價格上漲了 那現在它的原料的價格 要還它公道 還它公道 所以它回來這邊合理 我覺得從技術性的指標 最後我們剛才提到 在這邊還有一個問題 就是它的產能不夠 結果現在在越南 它做了第五期的廠房 這個擴廠 第五期的廠房 看出來多少 它知道它已經接訂單 一定後面都看得到 它接的第五期的廠房的面積 叫羅板的面積 就是現在所有的產能還要多 換言之下假設它一年能夠生產 提供給300萬輛摩托車的 現在蓋出的新產能 可以超過目前還要多 那你就知道它眼睛看得有多元 所以提供給大家做參考 是 謝謝浩哥 那麼浩哥常常喜歡幫我們挑醬子 大家都還沒有發現的股票 趕快告訴您 給您做參考 那麼再來文哥 又到了禮拜四 大家歡樂的時光 明天很刺激你知道嗎 明天要給我們關鍵密碼 明天因為同步要收週線 同步要收月線 那當然如果說 你每個禮拜都有抄關鍵密碼 我請問各位 為什麼這個禮拜 台北股市走得比較順遂 因為上個禮拜 收盤是收在關鍵價值上 對 我再重講一次 如果你們現在才聽到 文哥講關鍵密碼的話 那個密碼怎麼用呢 就是明天的收盤價 如果比那個密碼要來的高 就是收的比那個數字要來的高 下個禮拜你就放心做多 是的 樂觀 不是盤整就是往上 沒錯 如果明天就是那麼 收在關鍵密碼下 下面 那你下個禮拜 大家就皮封緊一點 下個禮拜不是下跌 就是盤整 對 就這樣用 沒錯 好 來 這個禮拜給大家看 密碼在哪裡 好的 那麼基本上的話 我們再問大家一個問題 這一個月台北股是走得很艱辛 一下跌破季線 然後大家認為說要大崩盤 它又站回季線 因為最主要狀況 在上個月月底的時候 我們很清楚預告 大盤它是在關鍵價值上 OTC在關鍵價值下 所以說明天全部要收 看清楚 那基本上 我們直接看月比較快 桌就不用看了 因為週盤 月見關鍵價值落在9786點 而在9786點 還滿懸疑的 剛剛好就是這一根紅K棒 大概一半的位置 那如果說我們以今天的收盤價 9860點 VS9786 那中間至少要跌60幾點 所以明天不要跌60幾點就好 是的 那至少說下一個月 它是有利於多頭的 一個所謂運行 還沒完喔 下降置卡 那麼下降置卡的話 我們就提到OTC的一個所謂指數 那OTC指數 這個神奇的數字 這個應該是月啦 不是週啦 月關鍵價落在132.85 那132.85 剛剛好就是在這一條 平台景線的一個所謂位置 很有趣喔 所以明天收盤 今天收沒有收上它對不對 我先問大家一件事情 明天要跟上去 禮拜 前天的時候 台北股市拉出一根紅K棒 沒錯吧 禮拜二拉出一根紅K棒 禮拜三鳥鳥的 台股鳥鳥 禮拜四繼續鳥 那你知道要幹什麼嗎 它把資金全部滾到OTC指數 它是有它的目的的 就像今天我們看到太陽能股票 群起而發 也是為了OTC指數 做衝關做準備 因為如果說OTC指數 我明天能收大於132.85 那我講坦白 五月份的操作難度 就沒有四月份這麼高了 五月份就往上一直走的機會 就很高了 現在還沒到對不對 差一點點 132.68 差一咪咪 對 等同於我加權已經多了60點 所以說你可以看到這兩天 所以大盤安全 對 大盤安全 明天只要不要跌60幾點就好 除非遇到美國利空 不然應該是不太可能的 對 然後所以明天就是OTC 如果可以把它收上這個關鍵密碼的話 接下來下個月大家就可以 開開心心賺錢了 是的 好 非常謝謝文恩哥 關鍵的數字 提供給大家來做一個參考 明天觀察一下囉 那我們休息一下囉 下一段回來 我們要帶大家看 都是今天盤面上最強的兩大族群 一個就是網通 另外一個就是太陽能 到底他們都有沒有續航力道呢 待會回來馬上告訴大家 Live is beautiful Cause you always wrong me Mr.Bron Happiness is simple Mr.Bron Yeah Mr.Bron Always be there 博覽咖啡 advocacy